大家好,我是小豆包妈妈 我在前面有做三个关于怎么样给山药育苗的视频 其实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它的山药会发霉发烂浸泡在水里 问怎么回事 对于大家的山药发霉发烂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要选择好的山药 没有变质的,就是没有腐烂的山药 那么要健康新鲜的 还有呢,就是你的山药在育苗之前 把它切成小段之前 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阴凉的地方晾个一到两天 让它的痕前面亮得非常的干,没有粘液 那么这样子它就不会腐烂 其实我们只要把它的痕前面的粘液亮干 我们必须要做其他任何的操作 像抹上什么药粉之类的 那么今天我采取了两种育苗法 一种是传统育苗法,一种是快速育苗法 在前面都有介绍,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 那么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是用传统育苗法育苗出来的山药 其实就是用水浸泡 我是在2月20号开始进行水培育苗的 今天是3月30号,经过一个个月的时间 你看我的山药苗就长这么长了 其实我们的山药只要稍微长一点点小牙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地了 但是现在温度还太低,我们还不能下地 山药最好的一摘温度是在10度左右 所以我会选择在4月中下旬 或者5月初一摘到地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快长到1米高的这个山药小苗 然后呢这是我用快速育苗法 在两个星期之内 然后给它育苗 然后种到这个花盆里面 今年我是采用利用素料袋来育苗 两个星期以后我就把它种到这个小花盆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苗已经快长到1米了 在多人多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想种山药呢 那么现在来得及 我们赶紧去买山药 然后呢可以采用快速育苗法 那么今天我的山药育苗比较早 因为我主要是想给大家拍视频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这些山药的小苗已经长那么长了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移到花盆里面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长到1米高的小山药苗怎么办呢 我们家已经装不住它了 那么我就会给它进行打顶 给它底下留一片叶子 往上面再开始剪掉 其实旁边长出两根新的小苗 然后是我打顶后 它在两个星期时间又长出了这么长 那么现在移载到地点还早 所以我们进行打顶可以给它 我们打顶就是为了控制这个植树生长过快 所以说我们在预菜苗的时候 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掌握好适当的时间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说过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赞订阅加转发 谢谢大家